如果你需要的是2D的 不是3D的 你就進到這邊來 這個是老師寫的一篇文章 但是你不是要看這個 有沒有像這種像素式的 對不對 也是一顆一顆的 那你可以找一個線上的服務 我把它放在下面就是這個 它有線上服務 有軟體 有PC 有Maker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不管你是電腦端的 還是那個我們講的就是那個叫什麼 軟體端的都可以 有沒有 你可以註冊 也可以不要註冊就直接用 它沒有什麼限制 有註冊只是說你存檔比較方便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對不對 像這種是不是2D的 比較像素式的動畫 比如說你點一下 它就載進來了 有沒有看到 1 2 3 所以它就像一個做GIF動畫一樣 你就可以 變成這個動畫 然後 今天這個影格不夠 你可以用複製的可以增加 也可以增加一個空白的 那我就可以再繼續畫下去 那當然筆刷的大小 顏色你可以做調整 比如說我想要一樣的 類似的藍色 好 上來一點 好 選好了 那我來這邊畫 現在這個筆刷大小呢 我是大概多大 我看一下右手邊這裡 這裡 右手邊 現在你所看到的 它這裡有 它這裡告訴你現在的 做動畫的 這個速度就像這樣 那它有一個筆刷大小在這裡 對不對 四個像素的 這是一個像素的 你可以這樣畫 是一種方式 那就很單純 就用 好像那個筆 但是呢 我也可以怎麼做 我們也可以 可以讓它 我這個先把它清掉 橡皮擦在這裡 我先把它清掉 這個 就是鏡像的 也就是我畫眉毛 有沒有兩邊就一起畫 畫眼睛 有沒有兩個一起畫 鼻子就沒辦法了 但是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做 對不對 它有鏡像 當然有左右的 也有什麼 上下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上下的 也是OK 好那再來就是如果你都不會 要怎麼 可不可以把外面的圖案 好像你在以拿吹的一樣 可不可以做 點證轉向量 這裡也有 也有點證 轉成 像這樣子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囉 在這邊 我記得是在右手邊吧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匯入的 Import 這裡 你可以把 現有的圖片叫進來 那也可以把一個GIF的圖片叫進來 他就把你自動分解成 不同的那個影格 也可以 當然你做的不能太誇張了 就是那個圖片太大的話 轉出來效果也不好 因為那個像素 我們預設的這個像素 其實沒有很高 這個是多少 他的Canvas的Size 我記得在這邊 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預設的這個大小 是31乘28而已 那如果你要把它變大 比如說你變256乘256也可以 256 預設等比例的 那我先 這個 256 好 我把它resize 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resize 這樣你的大小就比較大 那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我去找一張圖 把它叫進來 比如說 我們那個 好 哇 這太複雜了 就不要 我要找那個 比較不複雜的 好 我們找一個 OK 好比如說像這個 那我可以把這一張把它儲存起來 另存 你最好當然是做去背 去背之後 我們進去效果會比較好 那現在我就從這裡打開 打開那一張 那麼他在右手邊這邊 你可以選擇 有沒有 圖檔 PMG是在這裡 我就從這邊 只是說 這兩個 我們今天介紹 這兩個跟像素有關的 他們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比較沒有中文 好你看進來了 他說你的那個圖片進來之後 因為原本的Size 是這麼大 你要不要把它 變成那個 單一張的 就是取代掉現有的 還是想要變成剛剛那一張的其中一張 其中一格 都可以 好就 先把它resize到 256 256 好有沒有 那他就會放在這邊 至於說這個尺寸 我就先不管他 下一步 然後呢 你看到 他在這裡 就看你要放幾個 你要把現有的 把它取代 還是要 結合在一起 我就先compile結合在一起 OK compile到第四個 OK 好看一下 一個 這個在外面的 兩個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那但是呢 他就會比較明顯的是屬於像素式的 像素式的 這樣進來 不過這個尺寸沒有弄好 因為這個 尺寸太大了 最好你可以先裁切啦 因為剛剛 進來之後 他變得一格一格的 這樣 這個 檔案太大了 這樣了解 好那如果你做好了 你就可以從這邊做一個 輸出的動作 所以 如果你只是需要 比較像素式的 但是呢 你不希望說 用這個 FORSHALE牙齒 這樣慢慢做 也可以透過這個工具 慢慢的去做處理 也不錯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